若能回向我六多罗三妙三菩提者 厚称佛史三界特尊皆共敬仰 这是学佛的人懂得 不学佛的人他祈求 他的福德了子子孙孙都能够延续保持 这是世间人的观念 学佛的人的观念心胸更大了 他回向法界 于是这种善行就变成了信德 信德是没有边际的 没有穷尽的 所以到自己成佛的时候 就同其他祝佛如来一样 三界是欲界四界无色界 这三界教化众生都为一切大众尊敬 这个特尊特别的尊敬 借供敬仰 一切众生尊敬你 供养你 这个是 就尽余满的大福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了 什么叫回向 什么叫菩提 因为这一句是因 三界特尊 借供敬仰 那是果报 这个因要怎样修 这是我们先秦 非常关切 回 是学会 本来我们自己修学的功德 必定是自己获得果报 我们现在回转 我所修集的一切 善行 业因 我不求个人的果报 希望把这个果报给一切众生 这叫回向 如果这个意思还不能明了 我们举个比喻来说 像农夫 种的这些农作物 种的这些稻米 每一天 辛勤的耕耘 在播种 到收成的时候 自己不要 给一切贫苦 没有粮食吃的 这些众生 全部供养 收成 都给你们 这就是回向的意思 一般人呢 总是我自己留一点多余的才布施 这个不叫回向 这个是我们平常讲的布施供养 回向的时候 自己完全不要 全部的供养大众 那这样一来 那自己没有了 怎么办呢 自己由别人自然供养你 而且是你所收获的超过你的所需 你能够布施别人 果报利益去现前 所以不可以有贪心 百分之百的奉心 这是诸佛福寿 所以人家三界特尊 没有人不尊敬 没有人不供养 自己还要留一点 留百分之一 布施百分之九十九 还是不干净 佛在这个经前面 布容豪分不善夹杂 你说我百分之九十九 布施供养 还有百分之一 留着自己受用 夹杂着 好分不善 这个道理很深 世间人想不通 参不透 所以世间人做不到 世间人修善不纯 所以我们常讲 善无混杂 它不是纯善 祝福菩萨所修的纯善 祖师大德们 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所修的纯善 所以古报无比的殊胜 这是我们要觉悟 我们要学习的 这是我们要觉悟